VB的核心 不是VB单内者的核心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刚好跟这个说明档其实是相通的 那如果说各位想要了解的话 这边其实就可以看 我把它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之前有跟各位提到 这个VB Hub 那VB Hub我之前也是把它拿来当 这个当成那个 一个参考的电子 所以里面的话这边有函数嘛 如果各位要找的话 相关的你大概可以查 大概可以用搜寻的 或者是说 如果你知道比如说replace 那这边的话有个R 你又打一个R 那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replace 或者是replace 这个函数在这里 replace 没有replace 或者是说看有没有相关的 是四串相关的这个函数 像我们刚刚mid的其实在VBA里面也有 mid的里面也有 那自串的相关函数 各位可以用搜寻的 或者是其他方式 来找到你要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replace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某一个 自串给删除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replace 那replace 其实就这样子来做就可以了 我这边加了一个注解 去除空白 那replace这个函数的使用方式 其实非常简单 你们将来如果要取代某一个 其实你打上replace之后 那前面的话就是接什么 就是你原来里面的自串 直接呢 再给它做取代 取代完之后再丢回 就等于再丢给原来的自串的那个 那个空间直接来用就可以 你不需要再另外再多一个自串变数 那有些人也有可能把它这边改成另外一个变数名称 不过这里我是觉得不需要 那就直接怎么样 把你按刮壶之后 在vpa撰写的风格里面 它会自动给你一些提示 比如说第一个提示就是跟你讲说 你要放一个是什么 一个你要取代的自串 其实用法跟这个函数很类似 然后我们就把s丢过来 逗点之后第二个就是你要find 你要找到 你要被取代的那个自串 那被取代自串是一个 一个空白 那空白特别注意它是一个自串 所以用双引号把它包起来按个空白键 然后呢再一个双引号 表示说我要取代是一个空白 然后再一个逗点 然后再双引号 就是两次 这是把它取代为什么呢 取代成没有 取代成一个什么空自串 那后面的话有一些中瓜糊的部分 那个是 我们下一个 erzäh子刚才会 不是 是 下一个